我想和你一起收集爱情的碎片 哪些属于爱情的碎片 就是我个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会收集电影票 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会收集车票 飞机票 然后把那些好看的照片 会打印下来 放在一个小册子里 然后到回头一看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14号 阿B 你好 我也是跟你一样 我也特别喜欢收集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我跟你一起去打卡一些城市 它有一些是有那种 比如说我盯一个小针在那儿 然后也算是一个小片段 有的 有的 就是一个中国地图 然后从就是这样放这里 要拉一条线 然后盯一个针在那里 我看过这种 但是那个往家里面一挂 我就想你如果谈个三个男朋友 你去过的哪些地方 你可以分享红线是跟小陈 黄线是跟小张 不同的线 代表着我跟不同的 五颜六色的这种线 就不能买三个吗 黄老师 所以得要三个 那很废强你知道吗 15号 大家好 我叫圆圆 来自江苏南通 目前从事的是半导体方面的工作 在杭州 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比如说跟前任分手之后 该怎么处理 您收集的这些爱情碎片呢 非常好 这个问题 好 那我这种时候呢 我会把它放到一边 甚至是会丢掉 因为毕竟是一个过去的事情 我们都要抬头向前看 哦 谢谢 好 来看片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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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